南京 国交团队 首先今天我们的现阶段,也不要再去纠结一千名词 不管是牵营或是共存 事实的真相就是说,从未来开始直到现在 境外境,确凿者应该好几千名 所以當邊境的管制換寬的時候 並不會進入台灣的設計 這已經變成不可避免 當然我們也不是反對這個 我也認為台灣不可能永遠守國下去 實際上在現金的國際社會也不可能完全的守國 當然台灣做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們不太等上一些極權的國家的作用 就是封城一次可以在36個小時做2500萬的PCR 這種社會動員的民主 以我們現在的民主社會也是不太可能 所以當邊境管制換寬 國內的管制又不可能採用軍隊警察 或是那種相當強硬的手段 在執行的時候 那這對人要面對的現實就是說 我們社區裡面一定會有病毒 所以我倒覺得在現階段 不用再去糾結那些民主人 事實有正向就是說 我們要只會以罪益的成本跟病毒共存 我想這是大概現在的思考 那今天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看看實際的狀況 從3月26號到4月5號 這個10天之內 我那個居家隔離人數 從100個變成4000多個 這個按照這個適度下去 因為我們在以前用清零戰術的打法 就是一個確診 要確保他可以擴散 用清零的打法 那這居家隔離人數就不得了 包括我們今天在台北 庭庫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8000多 所以 在這個如果以最低的成本 跟病毒共存 恐怕是甚至讓他思考 那也從 像這張居家隔離人數 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太可能再用清零的戰術 來跟病毒共存 這大概不可能 那這幾件事情 第一 我們現在預料的目標 就是快比完整還重要 要做的就是防止它擴散 所以預料的最大目標是防止傳染 快速最大 所以快是最重要 快速把它圈起來 圈住第一圈 不要讓它再擴散 這簡直是最重要的目標 第二點 到今天 到今天 到昨天已經到三代 八十四例 我認為是這樣 看韓國的案例 從 從 開始出現 一直到 peak 大概要四十五天 到地方下來 也不是一天就下來 所以就是 未來的時間 我們開始要 長期抗症的事情 用心理準備 應該這樣 所以決定就是說 心理上 要長期抗症的準備 然後 如果以 最低的成本 還有病毒共存 這大概是我們 目前要做 我們 我們